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這段時間是講到神的奇妙計劃 而我們現在呢 這次是講到為什麼 有些人不關心神的原理計劃 我們看到聖經告訴我們 神是掌管一切 神是有一切恩典的 神是很愛我們的 很關心我們的 神是能夠幫助我們聖過一切問題 那應該人就會聽耶穌話 應該會遵從神 但是為什麼人會對於神的計劃 沒什麼興趣呢 這就是人的惰性 人對於神的事沒有興趣 我們今天會看到幾點 那大家呢 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小心了 但我們小心我們自己 都會不會有些地方 會看小神的計劃呢 有沒有有些地方 是 只是想著自己的計劃 沒有想到神的計劃呢 好 在這裡說出 有些人不關心神的原理計劃的原因 第一是因為人呢 以為追求世界更加開心和滿足 第二是因為人以為追求神的計劃太辛苦了 C 就是人以為今生比內生更加現實和重要 D 第四就是人覺得自己沒有熟靈的力量進入神的計劃 那 我們就看一下 很多時候人就覺得 追求世界更加開心滿足 因為呢 追求世界的時候 立刻有 開心 有得玩 有得追求自己的東西 那 就 有些基督徒都會這樣想的 那 他的意念呢 就是 他的生命在他自己掌握之中 他覺得呢 我可以得到更多 神呢 是不會給我這麼多 那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其實神是掌管一切的 就算一個人得到很多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 什麼換生命呢 當人失去了他有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會失去 那所以呢 其實追求世界的事呢 那種極端就是完全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 就是追求世界 沒有追求神 那 就是會失去一切 那有些人就說 不是 我只是追求 就是追求到一個程度 我一方面我又信耶穌 但是我一方面呢 又追求世界上的事 那我就兩樣都有了 那他以為兩樣都有 但是其實 他是 得不到神的喜悅 那 不代表我們不做工 我想說的是 追求世界 不代表我們不做工 所以基督徒是應該盡我們世上的責任的 追求世界的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呢 他們是 生命的目的 是為了世界 有些人甚至是侍奉 都是為了自己的 比如說 能夠有一份 有一些教會 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教會聘請他 那他就覺得呢 我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這個一個原因 那有些人呢 想侍奉的原因呢 是因為 想被認同 因為有些人呢 他們 在 周圍的圈子呢 很少 被人認同啊 接立啊 但是呢 在教會 侍奉的時候呢 就會被接立多些了 那有時候 有些人呢 就會很想 能夠上台 講話 分享啊 或者是領敬拜啊 為了能夠 show off 就是能夠 好像顯示他自己那樣呢 那其實這個也是追求世界的 因為 神知道的嘛 沒有人能夠走得 離開神的眼目的 沒有走的 就是神一定看到的 神知道的 那譬如有時候有些人呢 唱徑拜試過都是為了 是要 就是 唱得 就是 好聽啊 好吸引人啊 我們唱得好聽吸引人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就是我們領敬拜神 我們學習 怎樣唱得更加好 是沒有問題的 那個問題就是那個目的啊 就是那個目的 一直想著 我想多些人注意我 我想多些人留意我 喜歡我 那這個目的就錯誤了 如果我們的心就是說 我要唱得更加好 帶些人呢 去開心敬拜神 享受敬拜神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不是我們追求更加好 是一個問題 而是追求 那個目的是什麼 那所以在教會都可以 是為了自己的 那譬如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為了 那個權力啊 那也都有一些教會呢 是追求是 權力影響這個 世界 那 就是我們都是想影響世界 但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 未必是這樣的 有些教會呢 就會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他們會呢 做一些 講座 找不同的人 來到他們的教會的講座 跟著呢 就說服那些人去離開他的教會 去到他自己的教會 那這個時候呢 他呢 就是偷羊 那他就是 這個目的呢 是為了他教會 擴張 他教會的侍奉 而呢 不理別人 別人 別的教會 他們 付了這麼多代價 有時候有些領袖去參加 有些聚會 跟著呢 他就拉了去那個聚會 那個教會 跟著呢 就 鼓勵他們離開他們的教會 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 不道德的行為 如果 那些人自己離開 這是他的問題 但如果不是那些人離開 但是有人說服他離開 那這個就是 是罪來的 就是這個 不是我們 神想我們做的事情來的 那所以我們 就是說在我們侍奉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要 想著 我們世上得到些什麼 因為神知道了 我知道有教會是怎樣呢 因為那些人呢 那些組長很大的壓力 因為上頭給他們很大的壓力 你們要快點增長 那他很難增長的 傳福音是很慢的 那但是呢 他們 就是 把其他教會的人來 就快很多 那所以呢 他們就為了這個原因 他們就會 就是 去 接觸的基督徒 就會叫他們 去他們的教會 參加他們的聚會 這樣呢 他的小組就會多人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不良的動機 所以 其實 作為 教會領袖 知道有些事情發生 是應該警告那些人 因為呢 神不喜歡的東西呢 是會影響整個教會 得不到神的喜悅的 就算他外面是 強的 譬如說他得到 很多人參加這個教會 但是神不喜悅的時候呢 一樣是 得不到神真正的祝福 和賞賜的 神未必喜悅的 有時大不代表一定是祝福的 有時大可以是 它裏面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留意我們自己 我們生命的目的是什麽 就是我們 我們做什麽事的目的是什麽 有時人不自各地 是想為了得到權力 得到 就是更多人認同 那這樣 這也是不是好的 那 好了 普通信徒來講 有很多就是為了能夠 是 賺錢 所以 追求世界上的事 那 賺錢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賺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他如果他的目的 人生目的 只是為了賺錢 覺得有財富才行的 這樣呢 就 就是 他的心是擺錯了 那我們基督徒 應該怎麽心呢 就是說 我希望 我給神使用 我祝福更多人 我榮耀神 我所做的事呢 都是 令到人看到神的尾線 的 宣揚那 召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讓人看到神的尾線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了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了 就是我們的真心真意 不是彰顯我們自己 我們不是叫人跟我們 是跟神 就是說呢 就算有時候我們幫一些人 他們沒有加入我們的教會 沒有加入我們的群體 我們依然祝福他們 這件事是很多人不肯做的 有時候因為他時間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的 就是我們沒有能力 有時間去幫助所有的人的 沒有這個能力不要緊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是會對於那些人 不是在他教會的 他是會沒有心去幫助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他看到別人很需要幫助 但是因為那些人是屬於另一個教會 他們就沒有興趣去幫助 就變成了只是為了他自己教會 他就有興趣 其他人的需要就沒有興趣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追求世界的目的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就是知道 原來就算是侍奉 都可以是一個追求世界的目的 那接著第二點就是 人以為追求神的計劃很辛苦 那在一些 這些舊的傳統的教會 有時候有這些觀念的 那觀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做傳導人是辛苦的 是要窮的 那才會有好的生命 他才擺上的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傳導人也都不是追求要大富大貴 而是應該有充足的供應 就是說基督徒應該是 教會應該是供應傳導人 以至他不用擔心經濟 他能夠投入去侍奉 這個是應該的 侍奉神不應該是因為 教會不肯供應他需要 所以他就活得很窮啊 很辛苦啊 那就是我們見過 有些傳導人的教會 是不肯給足夠的錢 那些傳導人 因為覺得他們應該要窮苦一些的 辛苦一些的 那以至這個傳導人呢 就是看到他呢 是穿些衣服啊 又不是那麼好啊 他呢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很省劍啊 就是省劍不是錯的 不過他因為沒有錢 所以要很省劍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那就是有很多人有這個錯誤 其實侍奉神我們不應該為了錢 也都很多時候呢 如果是我們開一些新的事工呢 的確是會困難的 那但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唉 這樣侍奉很辛苦啊 沒有經濟供應啊 那但是我們深信神的供應啊 先求神的國同樂義 這一切會加給我們 還有呢 我們愛神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會為我們預備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說 我聽神的話是最好的 我遵從神是最好的 我呢就追求神的計劃 神是會供應我需要 我不需要擔心的 我自己都是曾經試過 因為我以前在傳統教會呢 是人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每個月一定有人工的 但是當我開新的事工的時候呢 是要靠我自己來 就是我起初的時候呢 我是去有些工作去供應我 開始的事奉 那是困難 不過神又供應我 一步一步供應 是多次的供應 在那時候呢 我就學習到倚靠神了 信靠神的供應 那我真的有些情況是很奇妙的 神呢就供應我需要 那在這裡我不講過詳細了 將來時才有機會先講了 那還有有些人以為 今生比來生更加現實和重要 就是說今生 今生有份好功 今生找到一個我想要的配偶 今生我要得到我要的東西 買到屋 買到車 那我就覺得現實些重要些 來生太遠了 那首先呢 其實來生是很長時間的 是無限量時間的 是億億萬年都是開始的 就是過了很久很久都是開始的 所以呢 其實為永生 我們所做的為永生是很值得的 我們所做的時辰紀念是很值得的 這是第一 其實我們在世上的時間很短的人 就是很多人譬如已經三四十歲五十歲 已經過了他人生的一半的 很多人已經 就是在教會裡面見到的人 有些年輕人 譬如二十多歲的 那他過了人生的四分一的了 可能如果他到八十歲的話 那所以呢 其實世上的日子是很快的 很快會過去 而更現實呢 其實神是會供應的 就是我自己其實出了一個很貧窮的家庭 但是神就供應我 以至我很多方面 神都給我有機會學習 可以在很多方面發揮 這個都是神很現實地供應我的需要 為我開路 讓我整個生命發揮 是我以前想都沒有想到的 那第四呢 就是人覺得自己沒有屬靈的力量 進入神的計劃 就覺得 唉 我很多罪啊 很多軟弱啊 我沒有什麼力量 我親近神都沒有力量 其實這些是可以學習的 並且不是難的 那呢 就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講到 當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都為他歡喜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實這些應許 我們一悔改 神就喜歡的 我們愛神 神就很喜歡的 神就叫我們 將我們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給我們 還有呢 在詩篇教的一篇講到 就是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要將他放在高處 我要叫他成為尊貴 就是當人愛神的時候 神就要叫我們成為尊貴 他就會欣賞 所以我們做任何一件事 去親近神 遵從神 我們就去鼓勵自己 告訴自己 我是可以開心 因為神歡喜 當我愛神 神是很喜歡的 神開心的 笑到不得了的 在這裡 因為聖經說 他因我們歡恩喜樂 他會歡呼的 我們就觸實這些應許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歡呼 神就很開心的了 這個是會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處理情緒 只是講到 怎樣處理不好的情緒 不要被人影響 這些是重要的 但其實很重要的是 建立正面的情緒 是怎樣建立呢 就是親近神會有平安喜樂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就是告訴自己 我現在親近神 神很歡喜 神立刻祝福 神立刻賞賜 神立刻加力給我的 我今天就有力量了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有力量 但是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說 哎呀我做得不夠好 還要更努力 我還有很多還沒做 很多還要進步 這樣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難了 還有這麼多人要改 我還有這麼多罪 我們應該的態度是什麼呢 我現在改了這個罪了 謝謝主 我可以改另一樣 我可以離開另一個罪了 我靠著耶穌可以得勝的 其實當人深信 他離開罪 神很喜歡 他是會更有動力的 並且他刻意說 我現在我真的有情緒 我立刻不要看著那個異性 不要去想一些情緒的意念 或者呢 我很受煩 我立刻想 神的恩典 神的愛 想正面的思想 就是神的供應 神的祝福 神的欣賞 我就歡喜了 那人就會即時說 我這樣有進步 這樣就可以開心了 那他開心就有屬靈的力量 還有深信他做任何樣東西 神都喜歡 他就有屬靈力量 我都聽過不少人事奉的時候 就burn out 就是耗盡 就是沒有力了 那怎樣有力呢 就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同時一直告訴自己 神很歡喜我親近神 神是欣賞的 神是加力給我的 那是更加容易有喜樂 平安有力量的 我聽過有一個 我看過一個 就是有一個見證 就有一個人 他講到說 他就想看一個很熟靈的人 怎樣親近神 他就進了他的書房 就看他怎樣親近神 然後看到他在那裡靈修 靈修完之後 接著他就在那裡 我記得好像他就 嘆一口氣就說 阿爸父 那這個人看就覺得很好 哇這個人真是 就是 他就看爸爸 他天父是爸爸這樣 那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好的 就是他最終都去到那個位 但是我覺得應該開始就去到那個位 一去到就 爸爸我來了 我來了 你要歡喜 這個心態很不同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現在不是勞僕 我們是兒女 神已經稱我們為兒女 所以我們不要有勞僕的心 不要覺得很難討好天父 我們 就是我們是神的兒女 神已經歡喜 我們一遵從他 神就歡喜 所以即時經常都告訴自己 神現在歡喜我所做的事 我現在親近神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 那我們就隨時有贖命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 時時都鼓勵自己 就說 現在我親近神 神是喜悅的 神是歡喜的 神是加力給我的 神跟我一起的 我親近神 神一定是歡喜的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全意 信靠耶穌 相信進入神的計劃 是容易的 神是喜悅的 神會加力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看到這些原因 就是人為什麼會 沒有屬靈的力量 求主幫助我們 那就幫助我們 是靠著耶穌得性有餘 靠著耶穌深信 我們可以進入神的計劃裡面 那我們就會隨時隨地 我們都能夠得力 就不會覺得是難的路 不會覺得走神的路 真的很困難 其實走神的路 並不是很困難的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多謝主耶穌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多謝天父 感謝主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讚美你 感謝你 神你充滿恩典慈愛 神啊 你是掌權的 我們可以從你得力 我們可以隨時從你得力 求主幫助我們 倚靠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 走耶穌的路 神一定會歡喜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一定歡喜 神你一定喜悅 求主 加力量給我們 幫助我們深信 我們做任何事 遵從你 你都會喜悅的 我們親近你 你就喜悅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一定喜悅 我們親近你的 我們親近神 我們一方面有得力 神又喜悅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我們就可以有力量 我們就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 耶穌的恩典救我們用 我們全心信靠你 我們全心感激你 我們就有力量 就有喜樂 平安 我們可以天天享受神 我們天天可以告訴自己 我現在親近神 神遵從神 神就歡喜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我們可以選擇開心 我們可以選擇感恩而開心 多謝耶穌 我又借喜樂 哈哈 主耶穌資給我 我又借喜樂 哈哈 主耶穌資給我 我又借喜樂 哈哈 主耶穌資給我 非世界所賜 非世界所能奪 去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求主幫我們把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整個生命都獻上給你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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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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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我獻上所有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當我們獻上所有 神一定喜悅的 神一定為我們開路的 神一定加力給我們 賜給我們封聖的生命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獻上有 我獻上也獻上我獻上 我獻上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